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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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這是一個多變的時代 資訊媒體不斷的日性願意 所以我認為要面對這樣的一個時代 隨時都要保持最高度的學習的熱忱跟態度 要以一個求知若渴的心態來引堅新的時代 那每天都要吸收不斷來自市面當中 不斷的新的訊息 每一件事情都要充滿好奇心 舉例來說 就像我們公司是從事計程車產業 那我們一定要站在神特的角度來去思考 如何提供給它更新更好更別離更貼心的一些服務 舉辦它從轎車的當中 我們要提供給它很多元的這個轎車的方式 那結合現在更高端的 研究科技的相關的一些資料支付 包括說這個Smartphone 這些更新的一些民視 也更別離的轎車 那當然除了這樣之外 那它在下車的時候的一些付款 我們也提供給它很多很多不一樣的一個選擇 那再結合一些一些資料上的一個處理 那覺得就讓我們自己當車子 我覺得是一個很愉悅的挑戰 謝謝 創新就是要創新 明星期見